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最首朋友圈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哈哈桃 我知道啊 由于我这个性格直爽 所以工作以来得罪了不少人 有自己栏目同事啊 也有隔壁栏目同事啊 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 不要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啊 因为呀 这都怪我 太英俊潇洒 风流替躺真心情啊 这是大自然的规律 对不对 没有办法避免的啊 所以今天我特地发了朋友圈一条 一切的话语都写在里面了 你们自己体会 如果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一定要给我憋着 如果实在憋不住 那你就要反省一下自己了 忍耐力为什么那么差 我也不知道我这个暴脾气是怎么回事 但是治你还是没问题 是时候考虑把你我的薪酬救恨算一算了 我反省了一下 我认为你是欠揍了 你觉得呢 解你的钱 谁让他来可以考虑不用还了 是时候把你平时迟到早退的事情告诉领导了 你们咋这么没有幽默细胞呢 连点幽默感都没有了 你们还做不做节目了 还有就是 就是对不起大老门我错了 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嘴欠了 请大家原谅我一次 就这一次 再说了 欧阳公子他干的事不也挺过分的吗 而且还敢在朋友圈里公然晒出来 你们也去说说话呀 又要到午饭时间了 这时我会选择用热水泡一碗泡面 然后和同事讨论吃哪家外卖 等到他们讨论出结果之后 我的泡面也好了 想不到你是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难怪说你怎么老是突然不点外卖了 原来是这样了 过分了啊 再见了 你已经被开除出我们点外卖小组了 看看多过分啊 简直就是太过分了 上次就是啊 本来我还开开心心的 和他讨论说吃什么 好不容易商量好了 他就给我来一句 我的泡面好了 我去吃泡面去了 那是不是我气不气啊 这不是坑我吗 那真的是专业坑人三十年啊